战容是90年代台湾当红女明星 不仅容貌出众 演技精湛 曾出演多部经典电视剧 还有一副好歌喉被人称为小邓丽君 竟在巅峰时期身体全果惨死家中 被大火烧焦面目全非 死前还惨遭侵犯 下体明显撕裂 更离奇的是 她竟通过算命预知自己将要遇害 在家中日历上写下了 有大姐 要小心 六个大字 1993年7月1日 凌晨6点30分 台北市消防局突然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有群众称 康宁路一段某民宅六楼发生火灾 屋内浓烟四起弥漫到了整栋楼 得知消息后 消防大队人员和警察立即驱车抵达事发现场 看到六楼密闭的窗户缝隙间不断飘出滚滚黑烟 立即展开救援 他们先是来到起火人家的门口叫了几声 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房间的前后门又都被锁上了 都没法进入 最后消防人员决定架着云梯 砸破窗户玻璃用高压水枪灭火 在警方和消防人员的配合下 熊熊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他们立刻用电锯锯开了通风窗的防盗网进入屋内 进行现场调查看看有无伤员 进入房间后 他们发现现场弥漫着浓烈的瓦斯气味 许多废旧报纸等易燃物散落在地上 房间内被烧得黑曲曲的一片 地上还有一堆被烧焦的衣服 由于高温灼烧再加上水枪的冲击作用 天花板变得脆弱松动 这时正好掉下来一块砸到了卧室床边的地上 这一砸可就砸出了不得了的东西 一位消防员突然发现 天花板下有一双人腿 这让众人大惊失色 急忙一开天花板查看情况 没想到地上果真躺着一具被烧焦的女性遗体 整个脸被烧得面目全非 完全看不出本来的面貌 身上还在不断冒着黑烟 死状极其凄惨 更奇怪的是 她全身赤裹 仅有一件文凶挂在脖子上 身上还堆满了各种衣物 只是被大火全都烧焦了 遗体也被掩盖在其中 都是焦黑一片 导致刚开始并没有人发现 这当中还有一具遗体 除此之外 死者嘴里竟然还被塞入一条毛巾 在房间的床头柜上 警员还发现了一个日历 让人惊奇的是 在日历上7月1日这天 也就是发生火灾的当天 空白处被人圆珠笔写下6个字 有大劫 要小心 这让众人不寒而栗 这又会是谁写下的呢 是死者本人 还是其他人 是提示 还是预言 种种不合理迹象都在表明 这并非一起简单的失火案 警方立即对案件展开了调查 警方查询到这个起火房间的主人名 叫周美飞 24岁美籍台湾人 但关于周美飞的具体身份 附近的居民表示并不了解 只知道她是个有钱的白富美 据邻居反应 周美飞平时很低调 很神秘 出门总是戴着口罩墨镜 还有一辆拉风的红色宝马 至于她是做什么的便无从知晓了 因为线索较少 警方目前也不能确认 房间内那具烧焦的遗体 是不是周美飞本人 这时 突然有两个中年男子来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警方询问了解到 他们是大陆电视公司的工作人员 过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台湾知名演员战容 战容的名声在场的人都知晓 可现场除了一具烧焦的女性遗体 没有战容的身影了 警方随即带两人来到屋里确认 没想到他们说这具遗体 正是他们要找的战容 这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随后 警方找到了在台湾 有着福尔摩斯明会的 法医杨日松对遗体进行调查 经法医杨日松的检测 确认了遗体确实是战容 而房主周美菲就是战容本人 并且在检测中法医也发现了更多细节 战容脖子上有多处勒痕勒勾处肌肉出血 气管内无烟尘颗粒 后脑还呈现多处撞击伤 遗体处于全国状态 下体有遭到侵犯的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 战容发生火灾之前就已经遭到了谋杀 而且凶手手段极其残忍 他先抓着战容的头部将其撞晕 又用绳索将他勒死 然后实施了侵犯 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 还放火焚烧战容下体以及面部 最后再打开瓦斯罐 点燃卧室伪造成自杀或意外火灾 企图迷惑外界和警方 战容被人杀害的消息 一经传出就引起了巨大轰动 他的粉丝更是悲痛欲绝 也令人疑惑 会是谁 又会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他对台湾当红女星下如此毒手呢 战容原名周美菲 1969年出生于台湾 从小家庭富足 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离婚了 在那之后 战容一直跟随着母亲生活 后来母亲为他找了一个继父 继父是一个美国人 为此战容跟随着母亲移居到美国生活 自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战容 一直都受着良好的教育 待他学业有成之后 并没有继续跟随母亲留居在美国 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发展 回到台湾后从小就相貌出众的战容 在逛街时意外被星探看中 星探先是询问战容 是否想要进入娱乐圈当明星 按他的自身条件一定会红透半边天 刚开始战容还是有些犹豫 但星探却把娱乐圈 还有明星这个行业描述的天花乱坠 经不住诱惑的战容还是心动了 最后签约在了知名制作人林博川旗下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明星生涯 甚至还拜师子微明家 替自己取了的一名 战容 战容也算是运气好 演艺生涯开了个好头 签约了一个十分愿意培养她的好公司 刚刚步入演艺圈 就得到了知名大腕合作拍戏的机会 先是与关永和 李立群等人一起合作 出演了《江湖再见》这部电视剧 该剧已经播出立马爆红 战容也借此打响了名声 很多知名导演也来邀请她拍戏 之后战容又和于小凡 还有刘德凯等人出演了电视剧《京城四少》 她在这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一名青楼女子 虽然角色并不讨喜 但她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娇好的面容 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让她再次爆红 更是成为了一流的女艺人 随后 她又与田丽 芳芳 林以珍等人一同出演了 《妈妈带我嫁》 与萧大陆搭档一同主演了 八点档的电视连续剧《输人不输阵》 都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这些大伙的黄金档连续剧 也让战容迅速走进观众的视线 很多老人和小孩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 等着电视剧的播出 让战容的名气在台湾一出道就非同凡响 战容不仅拥有精湛的演技 还拥有天籁般的嗓音 她在歌坛也小有名气 还拍摄了很多专辑 比如轰动一时的 《十二大美女海底城泳装歌唱秀》 是由十二位女歌手或者一些模特共同拍摄 但主打歌手只有三位 而战容就是其中一位 另外两人则是王彩化和鲍月君 其中王彩化与鲍月君两人有过丰富的舞蹈经验 战容虽然没有跳舞的经验 但却拥有着跨国的阅历和思想 凭借自己独特的跳舞风格 成为了这十二大美女中最万众瞩目的一颗星 并且她还在这张专辑中 演唱了《故乡》 《爱情就像一阵风》 甘一杯这三首爆红的经典歌曲 这些歌到现在都被人哼唱着 当时的战容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清纯甜美的面貌像极了邓丽君 因此人们也将她称为小邓丽君 年仅24岁的战容 事业是蒸蒸日上政治巅峰时期 所有人都觉得她有着大好的前程 她也已经从台湾进军到大陆 极大可能变成大陆的当红女星 没想到世事难料 1993年7月1日 当时战容正在拍摄《雨中的彩虹》这部剧 剧组要求她6点就要去赶通告 可是现场人员等到8点的时候 依然没见战容的身影 这让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十分的焦急 还认为战容这是在耍大牌 让全剧组的人都等着她一个人 制片人实在等不住了 便给战容打去电话 没想到战容的电话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这令导演很头疼 为了不影响拍戏进度 只好派人去战容家找她 让她过来拍戏 没想到这一去 看到的却是战容被烧焦的遗体 还没等到她红遍大陆 她的演艺生涯就终止了 24岁的年纪正式花朵绽放的时候 却被人给扼杀了 战容的死震惊台湾 不管是不是战容的粉丝都对此惋惜痛心 大家都希望早日可以将凶手捉拿归案 但是由于屋子被大火烧毁 里面的证据也被销毁了 几乎找不到凶手留下的痕迹 这让案件的破解也变得十分艰难 当时警方首要怀疑凶手是流窜作案的强盗 小偷等 因为他们发现屋内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猜测会不会是小偷入室盗窃刚好遇见回家的战容 看她长得漂亮便心生歹意强制侵犯了她 又担心事情败露最后放火烧家 销毁证据 战容家正能接到对面的押面馆老板 向警方提供了一定线索 因为面馆经常会开到天亮才打烊 根据老板的回忆说 6月30日晚上9点 她先看到战容从家里出来 7月1日凌晨2点 又看见她自己回来了 并且一路小跑着上楼的 似乎急着回家有什么事或者等什么人 而着火时间在5点以后将近6点 警方推测如果是陌生人入室 不太可能在屋内待4个小时 并且这栋居民楼后门有一道厚实的大铁门 外面连钥匙孔都没有 只能房内单向打开 而旁边的窗户都装有钢筋防盗网无法攀爬 所以从后门是无法进入的 而正门又对着压面馆 老板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所以凶手是流窜作案的强盗 小偷这个猜测不成立了 为探寻凶手 警方开始走街探访 各种打听与战容关系比较近的人 或者在去世的前一天见过什么人 把目光放到了战容身边的人 警方在调查战容的财产时 发现了一辆二手金龟车 这让警方感到奇怪 他明明有一辆宝马了 为什么还要买一辆二手金龟车 于是警方继续往下查 发现那辆车其实是买给某孙姓男明星的 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什么关系才会让战容帮他买车呢 警方随即约谈了该男明星 该男明星解释 两人只是关系比较好而已 他刚从香港过来 他人生地部署就拜托战容帮忙买辆逮捕车 之后也把钱给了战容 并且案发当天 该男星正好在某剧组拍摄金庸武侠剧 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因此他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之后警方又调查了几位和战容联系密切的造型师 化妆师 还有几十位台湾男明星 甚至考虑到会不会是同剧组女演员竞争激励发生了矛盾 连同剧组的女演员崔某和陈某也被约谈了 前前后后共约谈了50多个怀疑对象 却都被一一排除了 就在警方查得一头雾水的时候 一个名叫曹阿明的人站出来自首 说战容是他所杀害的 1994年1月 台北警方抓到一位残忍虐杀女孩的流浪汉曹阿明 因为此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瞳孔特别小 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当时审讯过程中曹阿明在交代完自己虐杀女孩的案件后 又向警方坦白称战容的案子也是他做的 据曹阿明交代 案发当天晚上他偷摸进了战容家打算行窃 可进屋后就发现战容回来了 情急之下他只能将战容打晕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突然想到自己的眼睛被看到了 害怕战容醒来后报警把他认了出来 于是曹阿明决定将战容杀死 他找来一个绳索将他勒死后又侵犯了他 最后翻箱倒柜搜刮走1500元新台币后 还学着电视上的方法伪造了一个意外火灾的假象 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说辞其实漏洞百出 战容回家的时候是两点起火时间大概在五点 难道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他还在屋里磨蹭了至少三个小时吗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 刚开始曹阿明说自己是通过爬窗户的方式进入屋内 可窗户下面并没有可以踩踏的地方 之后他改口说是撬后门进入的 但后门连消防队都撬不开 并且曹阿明的行为和举止都十分奇怪 经过医生勘察后判定 他的精神有很大的问题 经过对比 遗留在战容上的DNA和曹阿明也完全不服 后来开庭后曹阿明自己也翻供了 声称是遭到审讯员逼供才这么说的 那为什么起初他要承认这件案子是他做的呢 外界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前来顶罪的 在经过半年的细致调查后 警方也发现他确实不可能是这件案子的凶手 线索也就断了 案件便一直毫无进展 直到1994年底 台北市地方检察院更换了新的检察官 新检察官将当地的未破案件都重新翻了一遍 也发现了一份被掩盖的资料 资料显示 在案发后两个月即1993年9月 当地警方就通过战荣体内残留的DNA比对出一位重大嫌疑人 战荣当时的富二代男友 颜世宗 根据当地狗仔的报道 颜世宗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和数位当红女明星传有绯闻 也确实和战荣存在情侣关系 颜世宗是台湾五大家族之首的基隆颜家成员 台阳集团太子爷 杨丽公司总经理 在台湾地位不一般 况且颜家颇为热衷公益事业 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声望 当时没有确切的证据 也不好随意抓捕 后来警方立马对他展开了调查 并且查问他的住址前去擒拿他 可颜世宗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全网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找不到 这更令人怀疑凶手有可能就是颜世宗 但至于事实是否如此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除此之外 关于战荣的死还有很多离奇传说 比如6月30日 雨中的彩虹剧组是在墓地拍摄一段戏 有传闻说战荣那天不小心破坏了一个无名墓 当天摄制组拍摄后剪出来的视频墓碑就变形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回家后战荣就给自己算了一挂 并在台历上写下 有大劫要小心 据后续调查 那确实是战荣本人所写 这样的传闻也让人不禁后背发寒 然而距离战荣去世已经过去31年 案件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凶手 战荣如同雨后的彩虹一样消失于人世间 他的事实也令所有人都为之惋惜 希望凶手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大家对这起案件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互动讨论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们下期见